那你就当这个是手机 到时候你就只需拿着一个iPhone 就能做到我后续演示的这个效果 靠近质量 自动解锁了 帮我回撤 锁上了 只需一台iPhone或者Apple Watch 就能把一台车开走 是什么体验 确实像一月份视频里大家评论的那样 它的确没有无钥匙进入那么方便 你必须得把iPhone或者Apple Watch 靠近门把手的感应区才能解锁 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 手机手表就是车钥匙 你不需要携带实体钥匙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场景 比如临时下楼忽然想起车里有东西往拿了 或者就是想开车时钥匙在家里 那手机车钥匙就能解决问题 那还有一个必须要说的点 我是一个出门能少带东西就少带的人 有手机我是从来不带车钥匙的 在iOS15上卡可以再次进化 凭借着超宽屏芯片的空间感知能力 无需像刚才那样把手机靠近门把手 或者是放进里面的感应区 即可解锁和启动车辆 二款的宝马新车 应该会有首款支持五感卡可以的车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